有盡全力 否則當地網路還會通嗎 意思是說沒那麼壞啦 沒那麼壞啦 俄軍沒那麼壞啦 人沒有 斷尼網路 要兇啦 再來 烏克蘭被俄羅斯侵略 吳斯瓦來說 真正的迎護者是美國人 沒有美國在那裡 歐蘭部 人家烏克蘭才會這樣 俄羅斯沒有錯 對不對 再來 我國跟西方制裁俄國 吳斯瓦來說 笑話 人家報復不會客氣的啦 所以他怕俄國報復 所以我們就不能制裁 他意思是這樣嘛 台烏不一樣啊 吳斯瓦來說 台灣生存战斗持續率都是問題 所以我們很爛 我們的戰鬥跟生存的持續率都很爛 不如烏克蘭 那他以前當軍人當假的啊 那他以前當軍人的時候 只是當米蟲就對了 就是因為他當軍人 所以今天才這麼糟 這麼弱 重申兩岸和平的重要性 吳斯瓦來說 一千五百億美金的順差 為什麼要打仗 誰要跟他打仗啊 但是他要併吞我們 我們能不打嗎 雖未放棄武力統一 吳斯瓦說 習近平還是以和平為主 還不錯 好 來來來 請教維元兄 你同意嗎 他這篇這個報道 應該是一篇報道的一個言論 那當然老實講 我覺得吳斯瓦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當然從國民黨團立場 是黨團自主 他因為積分累積到現在 然後進去了 那跟黨主席我覺得沒有直接關係 當然江啟程主席的任內 其實有明確指示說 盡量不要讓國防外交 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其實目的很明顯嘛 就是因為老實說 他當時到這個 中國大陸 他這個聽 習近平講話 以及這個所謂 易永基進行局播放的時候 站起來這個畫面 其實在上一次 總統大選不斷的在 不斷的去重複 那的確 台灣人民對吳斯瓦 其實是有疑慮的 那當然在疑慮 進入了所謂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時候 自然來衍生出 今天討論的內容這樣子 但我也必須幫吳斯瓦 委員講一下話 因為老實說 他已經當立委兩年了 他的專業 他是中將退伍 他本來就是軍事專業啦 所以他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老實說是符合他專業 當然大家對於他所謂的 泄密這疑慮 他其實今天也有講話 這兩天也有講嘛 說如果真的泄密的話 就用國安無法 或用反滲透法去辦他嘛 那的確 如果我們抓不到呢 應該沒有啦 台灣的情報工作沒那麼差啦 我會沒有啦 老實講我覺得 今天他的專業就在這邊啦 那當然他要符合他 要利用 善用他的專業 去幫我們去爭取監督啊 或者是去監督 所謂國防外交的部分 這是他本來就該做的事情 但回到社會疑慮的部分 老實講我覺得今天 不只是吳斯瓦委員 包含整個國民黨 也要面對說 這一波新聞出現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解釋 這波疑慮 因為老實說 上一次這個2008大選的時候 吳斯環機動部分去民黨的時候 老實說我當時 也是的確有站出來說 我認為好像就 當時的社會輿論看起來 沒有那麼信任他 你也認為不妥 但是你一直幫他講話 我就聽不懂 沒有沒有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那老實說你看他這兩年的表現 其實他在立法院 那匪諜潛伏那麼二十年 不是兩年啊 沒有啦 你看他 如果真的他是匪諜的話 他都已經 我沒有說他是匪諜 對啦 我說他都已經做到中將了 老實說他本來 以前的上將都在講這椅子旁邊 都被滲透 沒有啦 我會覺得其實 其實他本來就已經 如果你說他真的擔心他滲透 怎麼樣的話 他其實本來就已經知道很多 所謂軍事國防的機密 所以你意思是他本來就已經被滲透了 沒有 所以也沒殺在兩年 沒有 我說如果大家去懷他這個 我認為說必須給他時間 去證明這個事情 那他其實 他最大一分就是要去解釋 他其實也有解釋說 為什麼去人民大會堂 去參加這個事情 他就說他被有點像被中國大陸欺騙的感覺 大家聽不聽 你原本也認為吳思懷其實 民間信任度不夠 你也覺得他加入國防委員會不妥對不對 那人民有疑慮 那國民黨的愛戴是超過人民對他的疑慮 沒有啦 不是這樣 這在騎趟 吳思懷騎趕到這樣 沒有 我說的是 那不能讓他去其他委員會 讓台灣人民相較放心的 這樣做不夠 沒有洪議員我覺得 他今天真的去做了所謂叛國的事情 這一定要 那不是他而已 我叛國 我也實斑 不符合嘛 叛國就不符合 他叛國不就要抓到 如果沒有抓到要怎麼辦 國防外交委員會當然有所謂的機密的一些文件 但其實平常一般 即便他是立法委員 他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對於一些軍方的一些資訊 其實其他委員會 他也可以叫資料 沒有啦 委員長 給你強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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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大選 你們大贏啦 給你強氣啦 你不要亂講啦 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的一些 相關秘密會議 就是該委員會的人進來 而且我手機還要放在外面 然後再來在整個過程裡面的報告 其實是委員會內部 大家才能夠處理啦 那再來的話 這裡面的很多相關細節 你要去調資料 我們國防外交 你如果照你這樣講 大家都可以調資料 我很懷疑 我最懷疑啦 為什麼 他講普丁有放得軟了啦 習近平講和平的啦 我們會制裁 笑話一張啦 這是站在哪一邊聽到嗎 我看到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即將要審查一個就是 雄身飛彈 我們即將在研發的地對地 雄翼飛彈 就是雄二一的提升版 不是我可能就看得到囉 他如果記憶力夠好 把裡面的一些資料 要背起來 你覺得他有沒有 中國軍方的朋友 一定有嘛 能夠進到 進到這個人民大會堂 要坐在下面 聽習近平講話 每個人的背景 都要經過嚴格的查核的 不是張三李四就可以去的 所以我覺得 你今天把這些東西 你看完之後 你把一些相關的 重要的數據 給中國軍方 是對我們多大的影響 你朱立倫你昨天去跟這個 拜登的這個特使 木輪 搞了拜又用進各種方法跟他見面 那你今天呢 今天你這個 讓吳思懷到外交國防委員會 AIT怎麼看 看國民黨 兩手策略嘛 你表面上你要親美 可是你吳思懷講的話呢 我安全是親中嘛 吳思懷講 沃克蘭根本不用抵抗了啦 直接投降就好了嘛 和平嘛 和平最重要嘛 任聖雄 國民黨敢不敢讓台灣人民 稍微更放心 這樣做不夠 我老實講 我做一個退伍軍人 我看到一個中將 要不斷的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說 我如果有你就辦我啊 這樣但我一定要進去 我看的事情是難過的 你剛剛提到說國民黨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你把時間往回拉 就是說 當時吳思懷被提名不分區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質疑過 你為什麼一定要提名他 你沒有別的中將嗎 你國民 國家國防部退了那麼多的中將 你為什麼一定要提名吳思懷 那是第一個被質疑的點 第二個剛剛這個委員兄講說 看吳思懷這兩年的表現 我還真想請教你 吳思懷表現了什麼 他最近的表現 除了講人家是義和團之外 你告訴我他表現什麼軍事專業 在這兩年裡面 他的立法委員的任期裡面 他可以不一定要進 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表現他的專業給大家認同他 但是他哪一點 我就請教你這件事情就好 就是吳思懷他自己所表現出來 其實並沒有讓人家 願意去尊重他 我其實覺得最難過的是這一點 他頂著一個中將的頭銜 把一大堆國軍退伍的人 好像搞得大家都是匪諜一樣 我覺得你憑什麼代表這種事情 但是對不起 人家對你的觀感就是這樣 然後你今天還要講說 你再來辦我 不然的話這樣可以了吧 我不懂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還要去幫他什麼 你不要跟我講積分 國民黨在很多事情上面 你們也可以為了黨的事情 把人家給拿掉 這不是沒有發生過嗎 結果你今天講不行 因為他積分到了 就一定要進去 所以我們就有人故意 就不小心讓了位子給他 讓他可以順利成長進去 誰給了吳思懷這樣一個環境 就是你國民黨 你沒有辦法說服的是你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方式來強調他可以為國家做事情 他真想做他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就說如果國民黨自己本身都不認同吳思懷這些說法或做法 因為我現在聽起來 他哪一件事情是你們認同過的 你們每一個人都跟他講說我們個人也不覺得他的說法是對的 但是沒有辦法我們替他講兩句話他又沒做錯 我覺得就是國民黨你今天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認為這個方式是OK的 你就繼續辯護好了 你不要去怪說為什麼人家永遠都懷疑你沒有這樣一個能力 因為很簡單你們自己強調你們要就是這種做法嗎 吳思懷 我跟你講 如果你這個就合意你就到處去站台我們贏了 票價很多 對啦